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本曾经预定汽油和柴油的价钱一吨下调最低50元 但是如今先停顿了 需求等候时机 本来之前国际形势带来的影响是油价越长越高 但是如今我们看环球经济情势 不得不说 天下经济今年全部在收缩放缓 一旦需求量减少 那么油价也会自淡湿然下跌 在7月28的时候 外国企业资助的加油站就正式来临了 大家也都知道外资的加油站油价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们国内将在8月再次降低油价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出 柴油的价格想将会下降120元每吨 而汽油的价格下降了125元每吨 可能这样说大家都是非常猛的 因为毕竟没有人加油 会一吨一吨的去加 如果按照我们平时的加油量 那么又会便宜多少呢 就好比一辆正常的汽车 油箱大小差不多在50毫升 加满一箱的话差不多 会便宜个十几块钱 很多人听到这条消息之后表示不相信 因为在此之前油价降低 都是几分几分的 这一下比之前多出了十几倍 也是第一次突破降价记录 看来这项政策是非常不错了 造福了所有的车主 不过油价的跌幅 不只是因为外资的到来 而是国际油价都有所跌价 这也是因为和美国两国合作之后 油量大大上升 很多产地的产量也是大幅上涨 所以世界各地油价都有着大幅度的下降 不过现在只是把外资来到我们中国建立加油站的通道刚刚打开 想来建场的话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所以这次降价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国际市场 很多产地都表示会提供更多的油 来抵制这种降价的现象 不过能降一段时间就能让车主开心一阵子了 对于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